嗨 大家好 我是小雪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風頭人氣網的卡池 那我會介紹一些我比較推薦的卡片給大家 怕大家有些新手什麼的可能不知道要選哪張比較實用 那這次的規則簡短的講一下就是每個人選三張 那到時候官方會統計呢最多人投票的18張角色 然後你可以從這18張裡面去隨機抽中一張 然後抽到那張一定是歐麥克斯的 包括西遊神的救急龍鏈或者是北歐神的救急龍鏈型態 就是直接可以省掉素材 就跟歐麥克斯自選一樣 那票數最高的前三名還有更高的機率被抽中 不過這個東西的話看看就好了啦 反正這種東西歐洲人才抽得到啦 那我們就先從水族性的角色來為大家介紹 那基本上沒有打新的就是都不太建議大家選 就是都拉機啦 而且就算你選了也不會上榜 因為前18張一定都會是廣泛來說都是大家比較喜歡 或者是比較強的卡片 所以你選那種拉機卡應該也不太會上啦 除了高文以外 那這個水屬性的話呢 這邊的話第一頁只有千千跟阿羅哈我比較建議 而且不過呢我都只有給一顆星了 因為他也不是說黑金卡 也不是說什麼很難抽什麼的 所以目前給到一顆星 但是他們是實用的卡片 還有雪女齁 這幾張都算是實用的 那雪女就是秦皇在用的嘛 或者是夏娃在用的 打一些克火屬 限制火屬以外的才能攻擊 或者是限暗屬以外才能攻擊 這種的才會用的到齁 然後就是搭配特定的隊伍啦 那像普普路的話就是用來破防用 那平常的話也不一定會帶他齁 然後這個阿羅哈出場率其實還算挺高的齁 不過也只是限於獸類跟水隊齁齁 就是限制其實蠻大 不像說打擊很多隊伍都可以放 或者是自己也可以當隊長 所以這邊給到一顆星而已齁 就是實用但是不是說一定要有齁 也不是因為只有18張可以上榜嘛 所以你選這個其實有點浪費 除非你真的沒有齁 那再來講到齁 唯一的一張黑金卡就是這個21號的閻西齁 那閻西在所有的黑金裡面也算是比較弱勢的 因為他算是很早期很早期的黑金 那他在後面有經過一次的加強 那加強之後其實到現在出場率也是0啦 也沒什麼會用他 那當隊員的話也不好用 所以呢因為他黑金所以我給了他一顆星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從三顆星的開始選 三顆星兩顆星你都沒有的話 你都有了的話你再去選這個一顆星的卡片 那再來齁第二頁這邊 因為他是照這個齁 照出的先後順序開始排的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呢 像一些比較新的卡都會在比較後面齁 那這邊的話 死車局跟上面的那個阿羅哈什麼玄女那個 原因差不多齁都是實用的卡片 只是並沒有到非常推薦大家選齁 然後再來的話 福利加黑金齁為什麼只給一星 我覺得因為北歐現在呢 比較弱勢一點了 而且他又只能放在北歐裡面比較實用 所以在這個18張選這18張我是不太建議選他啦 因為北歐現在真的蠻沒落的 那亞特蘭提斯給要兩顆是我覺得 以後黑金都有機會會這個強化會解放齁 那我自己是還蠻期待亞特蘭提斯的這個強化的 然後他放在隊員裡面呢也還算是實用齁 還是可以排珠 排珠的卡都不錯啦 然後排珠又有增傷 然後在愛因斯坦的話 一顆啦 畢竟他是1%大獎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去投他齁 那前提是你兩 我給兩星 給三星的這些卡 你都有了再去投這個一星齁 那冰花也算是實用的消除負面效果的卡片 那艾莉亞的話呢 這個黑金卡 而且又可以破五鼠盾 三鼠強化 五鼠強化都可以解 所以呢 艾莉亞也蠻推薦的 只是沒有到三顆星這麼推啦 後面會有一些 我非常建議大家選的三顆星卡片齁 那艾莉亞也是齁 實用的隊長齁 拿了一顆 那敖廣的話 給他兩顆主要是 呃 他這個 素材可以省很多啦 直接拿到救急熔練的形態 然後 蒼幣的話 主要是他1%大獎嘛 而且他主動技 在龍隊裡面 還算 還算不錯用齁 所以我們這邊 給蒼幣一顆星 那其他的話 像關羽這種 都不太建議選啦齁 而且之後如果三國 那個又出那個呂布什麼 錢姐什麼的卡卡 又重開 還是有機會可以抽得到 所以選這個浪費齁 那敖廣的話 而且放在這個最新的項羽隊裡面 齁 配合鐵扇撐血 也是很不錯的齁 只是沒有給到三星的原因 是我覺得還有更好的選擇齁 那當然說你那些更好的選擇齁 那當然說你那些更好的選擇 三星 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我給這個火炎一顆星啦 因為其他的話真的是 不太建議大家選齁 沒什麼用 火炎的話 算無條件兩倍還不錯啦齁 而且他又是黑金卡 只是出場率比較沒有像剛出來的時候這麼高齁 所以我們只給到一顆 那接下來齁 第二頁 眼球的話 因為已經出了滿久了齁 應該滿 滿多人都有了啦 沒有的應該是少數啦 而且這個是大家一起投票 所以我覺得 比較不推薦選這個大家都有的角色齁 除非你想要複製人眼球 那龐貝的話齁 用處就是拿來破這個拼圖盾啊齁 那這種配破拼圖盾的角色還是什麼 裡面算是比較少數的 那搭配上如果說你有像羽的話齁 你沒有破拼圖盾的角色的話 那你就可以塞一隻龐貝進去 所以我覺得龐貝當隊員齁 還是很強 那當隊長的話可能稍嫌不夠力啦 那巴拉姆特我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選齁 這個放在金龜裡面齁 撐血啊或者是 防燃燒啊什麼的一大堆功能齁 都在他身上 所以我這邊還是給他三星 而且他也是 那個抽不到沒有保底的黑金卡片齁 所以你想要 你有青龜的話呢 再選巴哈姆特 沒有青龜的話 可以不用投他齁 那再來夏娃的話 我們還是給他一顆啦齁 給他一個卡面一個尊重 然後頭領的話是之前是只有天選卡合抽到 後面抽不到嘛 所以比較稀有一點 但是說強度的話其實也沒有到非常一線 頂的強度齁 那算是有點偏魔隊啦 只是因為說他現在抽不到 所以我給他一個一顆星這樣子 那本身技能也算實用 那再來三顆星的元獸賈比爾齁 算是獸隊最強隊長嘛 不可以三顆星說不過去嘛 所以說你獸隊如果隊員蠻齊全的話 你差一張隊長的話 你可以投這個元獸賈比爾 當然如果你獸隊呢 缺這個缺那個缺很多東西的話呢 那不建議選賈比爾啦 因為你抽到也玩不起來齁 那再來哪吒一樣齁 跟前面西遊神一樣齁 就是可以省素材 而且其實他算還不錯用齁 可以破直傷 然後可以減傷 一個技能 兩個技能都還不錯 而且還有界王拳 然後西遊神武裝龍刻 可以加一秒 所以能獸其實也不錯 那其他的話就比較不建議選了 像這個搖谷山竹系列 其實現在都還抽得到齁 到3月8號前都還抽得到搖谷山竹 所以不太建議選搖谷山竹的這個卡片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目屬性的列表齁 這邊的話我只有給天狗一顆而已 天狗算是放在秦皇裡面搭配土蜘蛛 或者是放在五折天搭配土蜘蛛可以做一個開場齁 高傷害的界王拳這樣子 進場如果需要高傷害的話可以這樣子配 那其他的卡片的話其實是沒什麼用 那但是這個第二頁就不一樣了齁 我們先看美姐齁 美姐的話黑金嘛 所以我們還是給他一顆啦 只是說他現在出場率比較低了 可能還是要等解放啦 那飄的話主要是因為他只能放獸類齁 所以就只給一顆 那再來齁個人非常推薦的一個選項就是鐵扇 鐵扇現在目前是抽不到了啦 因為只有過年才會出嘛 那這個把他票數投起來齁頂上去 這樣子如果還沒有得到鐵扇的人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 因為他放在項羽隊裡面齁 項羽雜勝裡面 他是最強的最適合的一個增傷卡片 增傷幅度非常高齁 不管是放在項羽裡面還是放在什麼秦皇啊 還是放在什麼五折天啊 放在魔族隊伍裡面齁 或者是放在墓隊 他都是一個很強很強的一個增傷齁 所以這張卡呢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投給他 如果你沒有的話齁 那複製人的話其實就不用了啦 那高文的話還是算 機械組大版好用的卡片 那其他的話 像牛魔王齁 牛魔王搭配鐵扇 牛魔王給兩顆 主要是因為我更推薦鐵扇 當然如果你有鐵扇 你缺牛魔王的話 你也可以投給他 因為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啦 我覺得 有牛魔王的話會讓鐵扇的這個爆發更誇張 然後三圍啊什麼的也可以更高 然後再來的話 青龜也是非常推薦三顆星的齁 因為他現在目前龍隊最強的隊長 也是進場 少數進場就可以開技能了 你要速刷一些關卡什麼的啊 青龜都是非常適合 而且結盾能力呢也不弱齁 所以我覺得青龜也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投的 那翡翠的話呢也是 算妖精最強常駐增傷吧 譬如說你有鑽石那你沒翡翠的話 那其實打起關卡 雖然說還是可以打 但是有翡翠會輕鬆非常多啦 更不用說之後可能還會出 這個新的妖精黑金齁 那到時候鐵... 這個翡翠一定會是先發隊員 所以翡翠的話我這邊也是給他兩顆星齁 如果你之前沒有抽到的也是可以投給他 那再來光屬性的話 那第一頁這邊我們只有給露娜跟銅碗這兩張卡齁 其他都蠻費的齁 尤其是那個瑪雅27號 嗯...銅碗的話主要是整版龍竹珠嘛 這個放在...而且又有迴避這個比較少數的功能 所以這...銅碗也是非常推薦 那露娜的話呢 雖然說現在比較少人這樣雙子露娜這樣配了啦 但是他...這個極限突破之後 被動加了這個全隊神族400攻擊力 其實也不錯 而且還可以多1秒轉珠 所以我...超人ORB隊我蠻常帶他的啦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好看又好用齁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頁的光屬性卡片齁 這邊的話呢... 背心魔師...因為沒有保底嘛 又黑金 但是他目前來說...功能可能是主要拿來撐血 有一些關卡...可能沒有靠他撐血過不去這樣子 然後再來三藏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不是一張非常...好用的隊長齁 是可以通關 但是...通關的難易度齁 比起其他卡片呢高上很多啦 就可能比較吃手轉配對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我只給他一顆星齁 那再來魔師也是光人好用的隊員齁 尤其是在這個項羽全光裡面非常好用 然後武哲天也不錯齁 武哲天當隊員不錯 當隊長的話就速刷嘛 然後...這個光炎齁 這個...光炎...神族常駐增傷也不錯 但是光暗炎...這個組合其實我覺得不好用啦 因為要一直開關關的麻煩死了 所以...我只給一顆 那再來的話是悟空 悟空因為他只能放在三藏裡面齁 所以...我是覺得...泛用性比較沒那麼高齁 所以...我只給一顆齁 跟其他西遊神比起來的話啦 那再來的話...鑽石齁 鑽石也是...媲美黑金卡的...卡片 所以我這邊給到三顆 所以...如果你說你沒有算石的話... 不過上一波應該蠻多人選鑽石的 齁...這個你就看自己啦 如果你有的話就不用投了 有...你沒有的話再投齁齁 有的話就不用投了 那其他的話就不推薦 那像這個黃中元少這個... 之後會再出卡甲可以抽得到 所以...不建議現在去投他齁齁 雖然說蠻強的啦 那再來是暗屬性角色列表齁齁齁 雙子沒有的話可以投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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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就是其實出的時間蠻近的 所以蠻多人選項羽的 那你沒有抽到秦皇的 這一次就可以投給他 看有沒有機會賭到 因為項羽這一次可能太近了吧 官方可能不想讓玩家這麼輕易的拿到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18張裡面 可以投的沒有項羽 所以不能投項羽 這帶 暗炎的理由跟這個光炎一樣 不是說非常實用 不是說非常好用的隊長 所以我們這邊給一顆 那打擊的話應該也是 上一波也是蠻多人選的 所以這邊的話 就看你自己 不過其實他也是有三星的價值在的 那其他的話 像諸葛亮呂布這個我們持保留態度 不過之後應該卡夾會重開 所以應該還是抽得到 所以也不用選他 那呂布的強度的話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明天GN應該就會公布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再來 維洛妮卡也一星 主要是因為他比較適合 放在獸隊跟暗隊 放其他隊伍裡面 如果他吃不到隊長 被綠的話就沒什麼用 所以我們這邊給一星而已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一次的 這個瘋頭人氣網2020的 全卡池的評價 那其他沒給星星的 都不建議大家選 好不好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也會把投票的這個連結 放在下方 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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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